国内荒芜人烟的空城其实是非常多 除了房子以外没有人在这里生活 昨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我在海南了解过的一些空城度假区 受到了非常多的反响 那么今天我就以这个为一个系列 跟大家讲一讲国内的一些空城度假区 今天的主题在山东 是在山东的昭远 听名字你们应该都不了解 昭远最有名的特产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不是瓜果梨桃 更不是海里的海鲜 而是黄金 但是昭远是有海边的 所以这边的度假区取名就叫做黄金海岸 这个度假区其实不大 跟边上的龙口的东海度假区一比 那它这里可以说是规模非常之小 但是同样规模小 人也少得离谱 我去的时间段是7月份 本应该是避暑最多的时间 但是你看这个海岸上没有几个人 而且也不是外地来的游客 很多的游客都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在海滩上游玩的呢 基本上都是当地人 周六周日没什么事情的时候 带着家人带着孩子来到海边游玩 这边的小区不多 它不像汝山 一条海岸线建了100多座小区 这边的小区就那么三四个 你们知道这小区空成什么样吗 我一进小区 先别说人的事 他们小区楼下呢 是有一个停车场的 这个停车场基本上都没有车去停 停车场的地面甚至都长出了杂草 小区呢也不见有人的踪影 门口呢有个保安大叔 我最开始呢是想着问问 他们这有没有一些租房信息 这大叔跟我说 小区里的控房子有的是 但是就是没有中介往出租 我问他为什么没有中介往出租呢 他说谁在这干中介 谁肯定得赔钱 因为没有人在这里租房子 听完这个话呢 我露出了无奈的笑容 但这边呢也不光这一个小区 边上呢是有一些高层 那边的小区明显就人多了很多 可能是他离海更近 离商业更近一点 楼下呢是有一些小的商业街 像超市还有饭馆 这里都是有的 但是入住的人群呢 是附近大学的一些大学生在这里住 算得上是大学的另一个宿舍吧 我在饭店吃饭 这个老板呢 正好是东北人 我就跟他聊了两句 他跟我说 到了冬天这里是没有生意的 包括他自己也是冬天关店 回老家过年 到了一月份 他跟我说 这里可以说 真的跟空城没什么两样 像这种地方 可真的就是除了房子以外 啥也没有 感觉冬天在这里应该可以体验 什么荒野求生这一类的东西